大家好,我是姜伯乐老师 今天欢迎大家收看姜伯乐风水好好玩 在洋宅居家风水方面有很多的外傻 比如说壁刀、鹿冲、高压、电塔还有电线杆 很多的房子包括环刀煞、鹿桥很多的煞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比如说前面有一栋大楼把你劈成两半 这个壁刀煞是非常非常严重 这种老师职业建议真的不要住 因为住起来还是会头痛 但是呢,这些煞几乎都可以用八卦、桃木、施咬剑来划煞 在居家风水里面,比如说你居家的正前方有高压电塔 那正前方就论头部,我们这个头部 那头部就容易产生影响 包括眼疾、包括头部、头晕脑胀、包括不好睡 这个都跟风水有关 那如果居家的前面有壁刀 也会让你身体产生问题 可能头痛、不好睡 或是甚至耳鸣、头晕 整个的问题 甚至脑神经衰落 住家风水里面,正前方的外煞 所谓外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像高压电塔、路冲、壁刀、高架桥 这个都属于外煞 就外面的外,煞就是煞气的煞 这种对居家环境的住家都有比较不好的影响 那有时候要看年隔 就是它冲到什么生肖 那什么生肖就影响比较严重 那生肖如果没有核道会不会影响 当然也会影响 只是说影响没有那么严重 在居家其实周遭有所谓的外煞 不见得包括在居家的前方 只是说前方比较严重 居家的左方、右方、后方 哪个方会影响到 比如说在东北方影响到脖子、背部的问题 西方影响到呼吸、细观、肺部的问题 东方有外煞影响到脚筋骨的问题 西北方有外煞影响到头部 南方有外煞影响到心脏 北方有外煞影响到肾脏 甚至子宫腹部有问题 西南方可能有外煞 胃肠就容易不舒服 所以不同方位的煞就会产生不同的病变 像老师前两天有个客人打电话给我 说老师啊 我是几年前给你处理过双性祖先 客人住在基隆 他说那我现在我跟我先生离婚了呢 那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 会不会是老师你处理祖先没有处理好 我就说你稍后问祖先在不在三个杯 再把这个问题问一个不会就知道了 你的西南方有外煞你可能胃肠出问题 你的西方有外煞可能乳房会出问题 肺部出问题 北方有外煞可能肾脏子宫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就要去看 那很多人都不知道 居家风水里面外煞其实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比例 人的身体健康除了跟祖先有关以外 最重要是你居住的风水有关 有时候比如说你睡觉的床头 上方有一个凉 凉柱压绕头 有可能睡眠睡不好 夫妻感情不好 那比如说你要睡右边 老公睡左边 但你偏偏睡左边 你老公睡右边 那感情不好 这是阳宰风水的问题 假设厕所来冲床 也会影响到夫妻的感情 当然个性也会影响到 老师曾经出了过非常多的案例 客人一般都会怪东怪西 说这个我跟我老公吵架 一些主线问题 有时候是个性不和 有时候是床位不和 你该睡右边 偏偏你睡到左边 七夺呼泉 就是你变得比较阿爸 你老公还得阿西西 所以感情不和 那有时候是因为头的上方有窗户 有梁柱 所以睡不好 所以感情出问题 是阳宰风水的问题 并不是那些奇迹怪怪的问题 那这些东西 正常来讲 老师会用八卦 桃木四摇剑 来画杀 只要挂在窗户外面 包括外面的梁柱 玻璃都可以 玻璃都贴双面胶 挂在墙壁上 就定个钢钉挂上去就好 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 我可以被挂山海镇 山海镇 据说是民国68年一个法师 创立的 他跟传统的八卦桃木 施咬件是不一样 桃木在台湾 可能没有那么大 只有在中国道路 那么大的桃木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庙宇 会有门神 那个门神通常是用桃木 所做的门神 所以桃木本身就可以画杀 狮子是百兽之王 他也可以画杀 八卦他还可以画杀 镜子他还可以画杀 所以任何的 八卦桃木四摇剑 才是画杀最有效的 比山海镇好太多了 因为山海镇 毕竟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它跟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所使用的当然不一样 效果当然不一样 那这些外炸 如果你在还没有买房子之前 就应该请老师看过 看过这个风水 通常啊 高娃电塔是比较难避的 比如说其他 其他像那个环刀萨 面对高架桥 那个还可以避 避刀还可以避 路冲还可以避 但是如果高娃电塔 因为那个磁破龙问题 就比较不好避 尽量可以避开 那在洋灾风水的外煞 是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的 所以各位在买房子之前 最好能够看过风水 也祝你一路顺风 将来买房子 请记得收看我们江伯乐 老师的江伯乐风水 好好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